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很看重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信心 如何借着外在的行为,把内在的信心给呈现出来 因此前面我们看到他谈到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刻 如何的不要去以貌取人,怎么样控制舌头 我们看到整卷书其实都相当实践 实践的那个层面比理论的层面来得更明显 同样在这一章当中就提到说 如何要减少争论 如何在生活当中把那个的眼光 把那个的心里面的焦点给放在更正确更对的事情上 整章的经文第四章 今天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一到第十节这个段落而已 这段的经文一开始就用一个的问题 说到为什么弟兄姐妹当中一个信仰的群体里头会产生冲突 那雅各书的作者就从这个问题来开始进入他的讨论 他说冲突是从哪里来呢 冲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一个的私欲而来 当我们贪心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杀害别人 我们会妒忌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因此我们就会这些的贪念 这些的妒忌 换句话说这些的私欲就驱使我们会与其他人产生冲突 我想这个冲突不单单是以其他人 也以我们内心当中有挣扎有挣战 就产生这种的不和谐这种的冲突 经文讲得很清楚 冲突从哪里来 冲突就是从私欲而来 从自我中心的欲望而来 那作者就退一步 他说其实这些的冲突可以免去 如果你有需要 旧途有需要 我们可以向神求 上帝必定会供应 上帝必定会带领 上帝必定会赐给我们 但是他说什么呢 经文继续走下去 他说虽然如此 但是这些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求却也是求不到 得不到 为什么呢 经文说因为望求 第三节 因为我们向神求 不是为了祂的荣耀 不是为了祂的国度 不是为了别人的需要 他说这些人的望求 什么叫望求呢 就是盼望得到的东西 是要用在自己的厌乐 自己的享受当中 一个人向神求金钱 不是因为他有需要 也不是因为别人有需要 而是他想要活得更好一些 要把这些的金钱浪费在厌乐当中 一个人向神求权力 不是因为他想要用他的权柄来去治理 来去祝福很多的人 而是他想要有这个权柄 可以控制别人 可以让在他自己的脸上贴金 这是圣经所说的 这就是望求 这个作者一层一层的走 他先从说为什么会有冲突 冲突是因为人的私欲 其实不需要产生冲突 人可以向神求 特别是基督徒可以向神求 但是求却得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徒忘求 所以我们再次看见 雅各书的作者就从这个角度来去谈信心 但你说你有信仰 你有信心 但是那一个生命外在的行为的呈现 那是更加的宝贵 更加的能够把内在看不见的信心给凸显出来 因此这里他说什么呢 我们看到雅各书很强调外在行为的那个部分 他说什么 他说 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上帝为敌 我们外在的这个行为 就在我们追求世俗上 把内心真正的焦点给彰显出来 我们看中什么 我们的行为就走向了一个方向 因此这卷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 那个行为是靠近哪一个方向 越靠近世界就越远离神 越靠近世界与世界做朋友 那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或者说相对来讲 那就是与神为仇敌 因为世界的标准与上帝的标准 是两码直视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 这卷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说要亲近神 要远离这种世俗的诱惑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这卷书就是那样的实际 他谈到那个的情况 然后他就在后边他就劝告我们 我把那个劝告就整合成两方面而已 第一个他说什么 第七节他说要顺服上帝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信心不是嘴巴说我对神有信心 而是真正在生命当中活出一种顺服上帝 按上帝的心意来去生活 这就是信心 信心不是自信心 而不是我拥有的东西 而是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谁 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误用这个的字眼 当我们谈信心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谈那个人拥有什么 那其实这还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 圣经的信心是 那个人的信靠的对象是谁 而不是他拥有什么 我拥有信心 如果那个信心只不过是自信心 只不过是对银行里面的存款有信心 那个信心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有信心 那我的信心 如果那个对象是上帝 那就是真正的信心 而如果对象是上帝的话 这个有信心的人 他必然活出顺服的那种的生命 人为什么会增值 人为什么会自我中心 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 心灵的深处 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 不愿意去按祂给我们的那个带领 或者祂为我们所规划的生命的计划来去生活 非常的可惜 第二 经文说什么 要顺服神 而且要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 魔鬼就会离开我们了去 顺服上帝 然后远离撒旦的诱惑 顺服上帝 就远离这一个私欲所带来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 弟兄姐妹 这两者不能够共存的 我们不能够一方面要拥抱上帝 一方面要拥抱私欲 一方面以上帝为中心 一方面又享受自我为中心 这两者本来就是相冲突 我们不能够又拥有神 又拥抱撒旦 那是不可以的 经文说 顺服神 然后就抵挡撒旦 而撒旦将会离我们了去 这就是那种内在信心的外在呈现 外在的行为 过一个顺服上帝的行为 那不是要靠行为称义 不是要靠行为得救 而是相反 这一个得救了的人 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 他必然要活出相称的行为 相称的生活 今天你跟我在追求些什么 其实我们追求的东西 我们心里面所观念的事情 其实就反映了 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 或者到底有多少 因为神帮助我们 但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都真正对上帝有信心 然后活出讨他喜悦的生活 为他来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能够顺服你 亲近你 也远离撒旦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